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QLAB Packer Enterprise 产品协理郭玉生跟我们分享 HPE VN Word 带领您进入下一代极致的融合式资料中心 请各位热烈掌声欢迎郭协理 大家好我想先跟各位再做各位的问候一下 还有听说那个二楼还有 我刚刚上去二楼看了一下 那个位置也不少 所以我想这个厂值加起来应该有两千人应该是跑不掉 那我代表HURIPACK Enterprise跟大家问候 那为什么不讲HPE 我们已经正式在今年的11月1号 我想这个讯息还是要再让各位知道一下 HPE已经正式在今年的11月1号分拆成两家的公司 那这两家的公司一家叫HP Inc 也就是各位你目前可能在市场上还是会看到的 那个圆圆的HP上写H下写P的这个logo 这个logo是HP Inc 那另外一个logo就是今天我相信各位的替代 我们在很多的这个banner场合 以及说我们前面的这个钻石的赞助商 你会看到的是一个叫HURIPACK Enterprise 然后是一个长方形的很像国家地理频道 因为这个很多人都这样说 所以我们自己这样讲可能比较清楚 所以我们已经正式分拆成两家的一个公司 那我想这个分拆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持续了一年的时间 我想如果有这个关心这个整个IT产业的话 应该大概都会知道相关的这个information 那我在利用两页的时间很简单的 再让各位recap一下 其实整个HURIPACK Enterprise 或者是所谓的HP Inc 其实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分拆 其实这个时间其实也经过了一段时间 那我们的CEO MAG 他其实在开始接任这个所谓的HP的CEO的时候 他就提出了一个五年的一个计划 我想这个所谓的growth的一个trend 我们目前已经到了所谓的FY16 那HP1或者是HP Inc 我们的financial year是从11月1号开始算 所以我们目前已经在所谓的FY16 那FY16我们给自己的期许是一个 重新再回到一个所谓的industry leading的一个complement 我们认为我们过去这几年 其实已经陆陆续续的让整个公司的体质 以及说我们在整个innovation的一个focus 重新再recap回来 我们的确面临到很多很多的挑战 我想这个是在这个产业里面不可或缺的 而且是你必然需要面对到的 所以我们从12年、13年、14年 一直到15年 我们15年整个分拆过程花了一年的时间 我想HP非常非常重视这一个分拆 也非常重视我们所有客户的权益 所以我们保留了我们原来的这个mark 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consumer的一个使用 包括各位可能过往有使用到的 所谓像印表机啊 像PC等等之类的 notebook等等之类的 这个mark因为是比较接近consumer 所以我们认为保留这个给所谓的HP Inc 那另外我所属的单位是Hulipac Enterprise 那顾名思义 Enterprise就是更focus在企业的主导 我们也让我们的这个两家公司的一个运作 跟这个方向做了一些的调整 所以Hulipac Enterprise 未来 我想应该说现在进行是 我们会更加更加的注重 我们跟Enterprise客户之间的一个innovation 跟客户之间的一个互动 我们更了解我们客户的需求 跟我们很多的这个partner厂商 包括我们最大的这个合作的 虚拟化软体厂商VMV一起合作 我想这个是Hulipac Enterprise 在从过去几年一直到接下来 所想要带给各位的 好 那这个 我想这个分菜其实有一些的这个故事跟原因 我想我就不细说 那包括focus一定会做一些调整 我想Hulipac Enterprise 我刚刚提到了 我们会更着重在我们所有的这个 consulting跟solution 跟我们所有的一个infa的一个经验 分享给我们所有的一个客户 刚刚 Wanda 我其实也认识Wanda 所以其实这个我想联发科也是我们这个HP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客户之一 我想会后有机会再跟Wanda再聊一下 所以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操 我想两家公司都会有不同的主轴跟focus 那我们也希望经由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让HP的RD 我想HP Enterprise 我想在整个Enterprise的一个企业层级里面 我们非常非常重视客户的user experience 让Hulipac Enterprise所有设计出来的产品跟solution 都是以客户为导向的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很新的 不管是从server从storage 甚至于是其他的这个device 一些不管是hardware还是solution based的 那HP Ink可能就是focus在比较弹性跟多样化的所谓的这个consumer的相关的一个产品 我想这是分拆的一个主轴 那接下来我想给各位 那接下来我想给各位带来一个 因为我知道这个快要 已经中午了 那我希望用比较短的一个时间结束 让各位可以去好好享受各位的这个午餐 所以我想分享几个 我们目前看到几个点 第一个当然是Hulipac Enterprise 在过去这一两年所持续倡导的 所谓的new style of business 这个所谓的new style of business 其实所有的这个来源点在于idea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跟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任何的这个提供出来的solution 其实就是based on这个idea idea非常非常重要 在现在很多的企业之所以能够 从可能一家不是很大的一个公司 瞬间 这个瞬间当然可能不是马上 可能在一年两年甚至于三年之内 它突然变成一家非常非常创新 非常非常有前瞻性的一个公司 其实所有的取决点在于 你怎么样子把idea实现出来 所以我称作这种所谓的new style of business 它的一个前瞻性在于所谓的idea 但是你有idea 不见得有用 有idea可是你idea要能够实现 你的idea要能够在最快最快的一个时间 把它付诸行动并且把它做成商品 人家才会来买你的商品 我想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现在的环境里面 大家所要面临的 不管是任何的一个产业 当然我们所属的是一个所谓的it的一个产业 那hulipic enterprise是一个 vendor供应商的一个角色 但是我们也希望各位 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很多都是你所属的公司 可能都是各行各业的 你可能有银行 你可能有banking 你可能有制造业 你可能有零售业 你可能有零零种种的 但是这些产业都需要it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一个事实 这些产业它有idea出来之后 it怎么样子把它很快的付诸实现 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慢慢的会看到的 所谓的创意经济 或者是所谓的idea的一个economy 这个idea economy这个名词 其实慢慢的会出现在各位的周遭里面 你应该后续会持续的看到 这个idea很重要的原因在说 你怎么样子很快的把它做出来 而且很快的实现 所以time to value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你可以想象 今天你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idea 但是你花了一年才做出来 这个idea我相信别人 如果有一家公司三个月都做出来 你一年做出来 这个idea相当于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你比别人少了九个月的时间 在市场上做borecast 别人可能第一个选择就不会是你 而会是另外一家厂商 所以这就是我强调的time to value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我们从左边 从现在的一个环境里面 你可能你的所谓的idea 创新的一个时间可能花很长 但是什么 但是你的value perform在市场上的一个value时间相对短 其实这个对一家的企业来讲 它的生命周期很快就会进入 可能一到上面马上就掉下来了 因为你的value没有办法被持续的create出来 那未来你所面临的 你所看到的任何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形态 或者是这个business的一个形态 可能会是一个circle的 它会是一个环状的 也就是你一个idea出来之后 你很快的让它time to value 就是time to market 已经进到这个市场 进入这个市场的过程跟同时之间 你重复重复的在修正你的business model 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模式 在很多很多的企业可以看得到 非常非常多的企业可以看得到 现在不管是各位用的 所谓的mobile app 或者是甚至于是贵公司 可能自己开发使用的那些application 其实都有这个影子在里面 你当你很快的进入市场之后 市场开始做大量的borecasting 完了之后 你再去修正你的business model 然后让它变成是一个circle 这个circle才能够持续的让公司的 不管是营收还是margin 还是创新能够持续的一个成长 那这是所谓的time to value的一个重要性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time to value 所以其实IT 其实IT赋予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bridge的一个桥梁 那在座贵我相信绝大部分 可能都是以IT从业人员为主 那你可以试想一下 在贵公司的一个环境里面 贵公司的环境里面 绝大部分或者是你可能已经跨到右边 绝大部分可能都是在于 左边的一个maintainers 左边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图的分左右两边 分左右两边 左边的这个所谓的content cost 比较是传统IT所持续在面临的 因为传统IT所持续面临的大概就是会这些 包括怎么样子把你的work load 你的service做得更有效益 怎么样子perform比较好的 或者是比较稳定的系统 或者是相关的所有的网络的device 怎么样子去储存你的data 甚至于怎么样子利用一些software的technology 去让你的所谓的business 能够更加更加的自动化 我想这个是左边目前在座各位 应该都已经持续在使用的 但是如果是我刚刚讲的那样子 一个所谓的idea的观念 idea的观念 它所强调跟诉求点就是速度快 速度快 很快的可以把它做成成品 然后让你的user来使用它 你势必要转到左边这个行为模式来 左边的 sorry 我来看是右边 右边的行为模式叫create outcome 你要能够create更多更多一个outcome 所以你的所谓的workload或者service 不是再只是一个一层不变的 它是会circle的 它是一个circle 你怎么样子去让你的risk降到更低 可能包括使用了相关的 像VNV的虚拟化的相关的所有的技术 怎么样子提供的是一个real time的 insight的分析 资料不是只是储存 而是更多更多的一个分析 怎么样子利用software 甚至于是其他的一个technology 来让你perform出来的东西 跟别人不一样 跟别人不一样 但这个就是HP所诉求的 我们希望在座或者是所有的一个 IT的一个从业的一个单位 能够有这样子两个不同的一个世界 左边你可能还是要持续maintain 但是怎么样子让你的未来的idea的这样一个形态 才能够更加更加的一个凸显出来 这个是各位应该所要思考的一个另外的一个点 所以based on 这样子的一个idea 其实HP有create了四个transformation 那这四个transformation 其实在我们在很多的这个precent 或者是很多的一个活动里面 其实都没有持续让我们的客户知道 HUDIPAC Enterprise 其实主要的四个主軸重点 第一个transform 到一个所谓的hybrid的一个infa 那这个其实就可以呼应到我们刚刚其实前面提到的 一个混合的一个架构 混合的一个架构 那当然enable是所谓的work class的productivity 那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remote的 像VDI的一个相关的一个solution 那右上角 protect你的digital的一个enterprise 资料是需要被保护的 security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刚刚其实也听到了 这个VNWA这边其实有做了很精彩的相关的分析 不管从这个端这个点的protect 还是这个云这个点的protect 还是资料中心这个点的protect 其实都有相对应的相关的一个solution 那最后一个是empower 怎么样子让你的资料能够更有意义 这个empower回到比较白话的就是所谓的big data 大数据相关的那个分析 以前大家存很多资料 大家认为不要 但是现在大家是存很多资料 你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一天会用到 我想这是很多IT人员面临到的问题 你存了很多很多的资料 可是这个资料你敢丢吗 你可能可以从里面抓出客户的行为模式 进而帮公司赚钱 所以很多的资料是不敢丢的 但是不敢丢的同时 你又不知道怎么去用它的时候 那其实就是浪费 所以其实HP包括从Transform 从Enable 从Protect 从Empower 来让我们的这个企业的用户更加更加了解 HP所想要提供给各位的相对应的所有的一个solution 好 所以based on这样子这四个transformation 那当然我们跟这个各位跟VNWA 其实最主要我们提供了一些形式跟方式 在你的资料中心做一个整合 我想这两个其实是不同的一个形式跟界面 当然左边的可能就是一个让你的资料中心更融合 所以是一个converge跟virtualize的一个观念 那当然会带到相对应的solution 不管是hardware不管是software 那右边你可以把它称成是一个比较是一体机形式的 就是一个integrated system IDC已经正式的把integrated system 当成是一个被量化的platform 以前IDC其实都是based on一些什么硬体啊 主机啊storage 但是integrated system一体机 它已经成为一个special的一个segment 在做一个探讨 在做一个探讨 我想HP都可以从这两个部分提供给各位 那当然刚刚我听Berry其实有提到就是 早上其实我们session其实有讲到所谓的超融合 那我这边就讲两个 第一个当然就是比较大型的 如果对于各位企业用户需要到一个rack 一个scale的一个层级 你又需要做非常非常多的自动化跟这个 或者是一些一个high availability等等之类的一个solution的话 你可以选用HP的converge system700系列 那下一个是hyperconverge的部分 那现在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 其实它所着重的已经不仅仅只是 这个一个一个rack这样一个形态 它所需要跟所着重的已经变成说 你很多很多小的 可是这个scale是越来越大 那大家知道scale越来越大就越来越难管 我怎么样子让这样子的一个管理更加更加的一个方便 那这是我们所谓的hyperscale相关的一个solution 那接下来我有另外一个topic想要跟各位分享 我还有五分钟 所以我会尽快快一点 那这个是这个所谓的compostable的infrastructure 我相信在座各位应该除非你有关注到HUDIPAC Enterprise 在伦敦的discovery的一个活动 我相信这个名词正是在台湾第一次 我第一次贡献给VNW 第一次你看到一个新的一个名词 叫compostable的一个infrastructure 这个compostable的infrastructure 会牵动着未来HUDIPAC Enterprise 明年我想是明年 明年之后的所有的一个solution design的一个架构 架构我想在利用这个机会 也先让各位先读微快 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compostable的一个infrastructure 其实就based on 就based on现在很多人在讨论的 你的所谓的device 你的appication 100个billion的device 那是一个worldwide的一个trillion的一个appication 这么这么多的device 这么这么多的appication 其实什么 其实那个速度 你现在可以想象一下 过往我们在导入 比方说你要导入一个erp 你要导入一个erp 你的一个life cycle 可能都是用 甚至用年来算的 你可能是用年来算的 现在 你要导入一个appication 你要导入一个mobile的appication 你要导入一个 让公司可以赚钱的appication 用年来算 可能已经没办法支撑了 你可能需要缩短那个时间 所以从device 从appication 会create出什么 你需要更快更快的一个速度 你需要更快更快的一个速度 所以你目前的一个infa 你目前的一个data center 是不是足够这样子的一个快速变动的environment 这是一个question mark 大家可以想一下 你目前的一个infa架构 是不是足够支撑 这么快速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变迁 这么多的device 跟这么多的appication 其实会让data center带来另外一种效益 就是复杂 东西越多一定越复杂 你要管的东西越来越多 你的架构如果说是又跨过来跨过去 一定会相对更加更加的一个复杂 所以这是一个复杂会让公司 会让IT单位带来更多更多的trouble 更多更多的一个trouble 包括你的时间可能会花得更长 五到六个月 包括你的cost相对来讲搞不好会更高 因为复杂你需要其他的管理的一个方式 因为复杂所以你要管理 所以那管理你可能要花比原来更多的cost 才能够管好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看到一个所谓的公司 未来会面临到的一个状况 那有没有一种的一个infrastructure 是可以同时兼容 可以同时兼容传统各位所需要的 比方说traditional的一个IT的environment 你可能一年你可能只会做两次到三次的version的change 一个或者是infrastructure的一个update 就是左边这边 traditional的一个business 那另外同时又可以兼容右边 那右边就是idea economy所create出来的 很快速快速的application development 传统上来讲 很多公司其实是并存两套的environment 左边可能是一台大的主机 然后一座大的storage 甚至于相关的网路 application 持续在跑 那公司需要有一些东西往右边跑 怎么办 赶快再create一些infrastructure 是可能跟cloud比较接近的 比方说我create了一些 完整的所谓的虚拟化相关的环境 有一些很多的pool 不管是server 不管是storage 不管是networking 相关的所有的一个pool 放在右边 对IT人员来讲 他就是要管两套 而且这两套完全不搭嘎 完全不搭嘎 你很难用传统的左边来做右边 你也没法用右边来做左边 那HP新的一个所谓的composable infrastructure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是要协助各位 未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导入的话 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来帮各位减少那个所谓的复杂程度 减少复杂程度 这是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国外美国的一个energy 一个complement的一个例子 就是他们其实就并存了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左边就是传统的 因为他传统就是他的核心 他还是需要maintain这些核心 然后来让他的business 可以as usual 可以as usual 可是他又需要右边 因为business as usual 不能让公司 带来更多更多的收益 获益 他需要create更多更多innovation的idea 把这个idea付诸行动 并且让他的客户可以买单 我想这个道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他并存了两个 所以左边右边他同时面临的 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 面同的这个问题 HP的composable的一个infrastructure 就可以协助我们的客户来解决它 给各位看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诗意就是 我快没有时间 我大概花两分钟的时间 不好意思耽误一下 我再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诗意就是 其实我们也不是现在才突然去了解到这样一个状况 因为它是一个有阶段性的 我们从traditional 一直到我们前几年开始提倡converge的观念 我们把很多东西融合在一起 我们把很多东西融合在一起 希望透过融合的过程降低那个复杂程度 那我们在去年开始 我们开始提倡hyperconverge 超融合的一个架构 那未来可能在明年 我想因为现在是大概12月份 我们明年的第一季就会开始去主导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在市场上 我们让各位了解什么叫composable 这个右边不是有那个吗 Month, day, minute, second 这代表的是你的time to market的时间点 我的IT怎么样子协助我们的这个business更加的往前成长 所以传统上你可能要花很多时间 到了最后你可能只需要几秒钟 甚至于是一两分钟 你的IT就可以完全完全的一个ready 那这个是composable的一个infrastructure 希望带给各位的 希望带给各位的 好 那composableinfrastructure 可以让idea economy完整的一个实现 那大概有几个主要象限 包括reduce你相关的所有的cost 你deploy的可以更快 你的development 你所有的appication也更快 甚至于是update所有的infrastructure 能够无缝online全部一次完成 我想这个是各位从事IT在data center遇到最多最多的问题 我们利用这样子一个架构协助大家来解决 好 那这里当然有几个主要的一个定义 那这个定义其实也很简单 一个就是pool 一个就是pool 我有很多很多resourcepool 让各位来使用它 这个resourcepool可以是physical的 可以是virtual的 也可以是其他的 包括像container啊 docker等等之类的 都是ok的 第二 我有所谓的software define intelligence 我利用software 来去define所有东西 包括server 包括storage 包括networking 我们刚刚就有提到了 包括software define 我有unified的API 这个unifiedAPI的重点在于 怎么样子跟servparty 我们的重要的partner做integration 所以我们提供一个unifiedAPI的interface 让这个系统开发相关的程式人员做整合 做整合 所以这三个主要的一个架构 结合成一个所谓的composable的infrastructure 好 那这是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例子 当你导入这样子所谓的composableinfrastructure的时候 我们认为你的infrastructure 在系统程式人员 或者是你是一个写appication的人员本质来讲 你就可以把你的infra 当成是你的程式码的其中一行 这个其实很特别 其实非常非常特别 过往 城市开发人员怎么样子取得你的resource 你要找IT的机房相关的所谓的IT的管理人员 去给server 不管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 给storage 给网络 给OS 就是appication 你要全部ready 你才开始写程式码 你才开始开发你的所有的一个内容 但未来这些的appicationdevelopment人员 只需要什么 只需要在他的程式码加一行 他就会把infra建完之后 你开始往下写程式 这是非常非常特别 所以我称作它叫做infrastructure as a code 就是一个程式码 它就是一个程式码 所以你可以在appdevelopment里面 要你所有的resource 你可以在传统的database 你是一个传统database 要你的resource 甚至可以扩充 甚至可以扩充 你可以在很多很多这种大量的web service 你可以create很多很多的一个content 很多人的content 你可以在包括像VDI 这种一个solution 你有自己的一个template 跟所有的image 每一个环节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它会base on 一个single的environment 这个environment可能是 很多的resource集合起来的 很多resource集合起来的 那怎么样子到达这样子一个境界呢 我们在明年的三月的时候 我想先预告这个时间 我们在明年的三月 我们会launch一个新的solution 叫做project synergy project的一个synergy 那这个project的一个synergy 会是overall的一个compostable infrastructure 的一个solution 那当然在这个架构里面 我们还是需要很多ecosystem的support 包括vnway 包括vnway 那vnway也是 也是我们整个worldwide 跟hp在合作所谓的compostable infrastructure 的第一个合作厂商 那目前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environment 几乎都已经ready 几乎都已经ready 也是当然跟很多后端vnway的rd 相关的这个工程师一起合作 所以当我们这样子一个project synergy launch的时候呢 我相信第一个support的一定就是vnway的一个environment vnway的environment 而且是无缝的完整的一个接軌 我们过往跟vnway 其实有很深的合作关系 从不管在server面 在storage 刚刚刚提到了 包括 这个月开始我们开始support的NXX 相关的这个solution 其实vnway都是在 这个hp都是vnway非常非常close的一个合作伙伴 那我们也是vnway全球最大的 这个oem的一个vendor 那也希望利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让各位知道一下 新的hudipec enterprise 未来的一个主轴 以及说我们明年即将要推出的 所谓的compostable infrastructure 以及我们的project一个signage 那谢谢各位今天这个花时间 那我想不耽误各位这个示范的一个时间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郭协理的分享